銀色車庫門扭曲變形 機械停車場的地板整個坍塌 把車庫鐵門壓到掉下來 上頭的磁磚也可見脫落 監視器搖搖欲墜 現場放置三角錐 提醒民眾請勿靠近 這處停車場周圍在三床園區附近 現在已經貼出公告說暫停營運 而這邊其實平常是提供給民眾來做零停 只不過現在往裡頭看是卡了一輛車 而且從外觀上看起來是翻覆情況 原來會毀損這麼嚴重 是因為4月3號強震 究竟有多少輛車毀損 管委會不願透露 管委會也趕緊貼公告 請各位租用戶請將車輛移到別處停放 他們當年有來看 但是後來評估下來 就一直都沒有人來維修這個東西 客人來都會詢問說 你們這個是被撞還是地震 對此管委會表示 4月3號地震當天就有聯繫廠商來查看 不過廠商太忙了 目前還在排隊當中 大樓的電梯也因為地震有毀損 近期才維修完畢 如果消費者想求償 就得拿出證據 證明停車場管理有舒適 否則虧損恐怕只能自行吸收 或是消保官申訴協調 但是強震至今已經過了一個多月 停車場維修沒進展 不僅引起不少側目 也讓毀損車輛的車主一顆心無法放下 體驗新聞 你要請我們解台北上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